這階段資料已經下載了 所以範本在這邊 請各位記得 加一個網址 跟加編碼方式 網址貼上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輸入950就可以了 因為它編碼方式是big5 那資料就下載了 OK 資料看到是看到的 剛問題我們現在 比如說今天第一個目標 就是我希望把它存成什麼 我希望把這些資料 幫我直接存成CSV 存成CSV 或者是Excel 好 兩個目標好了 你之前有做過啦 只是說最好是你假設做過了 你就能夠找一個實際上 工作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範例 那也可以把它做得出來 表示你是真的會了 那以後你要拿來用才不會是問題 不然的話 我發現有人學了半天Python 最後叫他做一點東西 還是做不出來 OK 為什麼 因為學太多了 不知道怎麼 第二個問題 馬上天啊 這好像以前 成績一大堆東西 突然間要叫你做就做不出來了 OK 就好像說那個武林高手 你學了很多武功 然後你突然要真的格鬥的時候 人家想說我下一招應該用哪一招 你只要被打倒了 對不對 格鬥就是你要馬上能夠反應 那才希望你到職場上面 然後老闆突然跟你講說 你幫我撈什麼資料 你還想半天 我還要回頭看一下 那就完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乾脆你把那個範本 記得搜羅一下 以後可以C-C-V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是初學者 這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但以後的話 也不要只是依賴 有沒有 慢慢如果你熟 因為說真的 用來用去 就那幾個字嘛 有沒有 像這些不多 如果可以自己打就自己打 如果自己懶得打 你還是貼好了 因為我發現現在人都很懶 對不對 這樣你背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難為你們了 而且沒必要嘛 背這些要幹嘛 對不對 反正可以 有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 程式以後還會變動 你要變來變去 將來你又背起來要幹嘛 所以我發現現在 學生不要叫他背東西 你叫他背東西 等於浪費他的時間 而且他也會覺得 你實在是 他覺得說這東西不需要 也很可以理解 因為現在變動太大 你現在背的東西 明天又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要想個方法 隨機應變 所以我就像這個方法 所以我很多東西其實都是飯本 我是建議你乾脆拿飯本 來這樣比較快 也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馬上可以做出來 工作上以後也可以walk 沒問題 但前提你要知道 我到底你在做什麼 你不能貼了之後 就這樣就算了 沒有喔 ok 一定要做 已經盡量把 需要了解的東西 最小化了 最少化了 接下來再來看 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就是看到這個結果了 他已經長這個樣子了 有沒有 就是一個文字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樣 把這一堆的文字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CSV 就變成一個CSV 或者是Excel 這是XLSX的一個檔案喔 那你說老師 那怎麼放過去 對問題就是這裡 因為如果你要變成一個檔案的話 那當然你必須要符合它的規則 什麼樣的規則呢 就是說你必須要在存檔之前 比如說像我們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存那個CSV的話 一定是在對底下加一個存檔的一個程式 最好我是建議那個可以背起來 F等於什麼呢 Open嘛 有沒有 Open Open後面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檔案的名稱 什麼檔案名稱 Rance好了 R-A-T-E 匯率嘛 點CSV 當然你用中文也可以啦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就豆點 用什麼模式呢 W模式 有沒有 然後呢 那接下來怎麼把檔案存檔呢 很簡單 F點什麼呢 點Right嘛 有沒有 那Right呢 後面通常是加一個S 不過目前我們有這個S嘛 沒有 那這個就是S我們要產生的喔 那你說老師 那存檔這個S 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的話 其實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喔 那你乾脆把這個把它直接 把它搬過來存不住 最後記得還要做一個動作 F點什麼呢 點Close 把它Close掉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那只是說這個S 我們之前是另外把它湊一湊 然後把它直接就寫到這個檔案 但目前這個S不存在 可是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直接把這個Html.test直接丟給S不就好了 可不可以 怎樣怎樣 S等於什麼呢 Html有沒有 我先把它複製到 把它的資料複製到S 然後請它幫我寫進去的話 那我們就存檔了嗎 對 其實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你就存好檔了 好像CSV最簡單 我們來亂亂看 看有沒有這麼 所以喔 這三行應該蠻經典的 應該有印象吧 這三行我一直 好像我們做過好多次了 而且我一直強調說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把它記一下 因為這個蠻常用 存檔嘛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就這樣就存好檔了 反正你就要丟給它一個符合CSV格式的 那樣的一個字串就對了 OK 好 那把它run一下 理論上應該呢 它如果沒有錯誤訊息 那它就會在根目錄底下 我是存在哪裡呢 我存在我的C疊底下的這個 我是放在Python2023的目錄 那應該按照修改日期排序的話 應該會有個今天的 5月3 對沒錯 有個range.csv 那如果打開的話呢 理論上 它應該就幫我把它放在這裡面了 有沒有 有啦 看到了 沒錯了 但是 沒那麼簡單 當然 講是這樣很簡單 可是你們奇怪 老師為什麼打開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空白行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初的問題 就是初在我剛剛講的 因為那個檔案是用Windows所產生的檔案 不知道什麼軟體 反正不管 有可能是以Sail Link存新檔 存成CSV也有可能 然後如果你用以Sail Link存的話 它的換行 它不是一個反斜線N而已 它前面還有一個反斜線R 反斜線R跟反斜線N 其實都是換行 那它就兩個都有 所以會變成說 你打開之後變多一個換行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如果不想要有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有沒有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反斜線N 就OK了 就是說呢 好像上個禮拜我們也遇到雷斯的問題吧 有沒有 所以我好像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掉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那個 但我也不是很確定 就是 這邊後面加一個點什麼 點Repress 有沒有 Repress的話 就是把新的 把舊的取代成新的 舊的話 就是什麼字串呢 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然後把它變成什麼 只有反斜線N 就可以了 那至於原因 我剛剛有敘述啦 就不贅述了 OK 好 那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我只有做這個動作 取代 所以這個取代也非常好用 很好用 真的 因為以後呢 你下載的文字 通常會有一些東西 是你要把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的時候 那你總不可能像以前人工作業吧 你打開來然後用Ctrl-R有沒有 或者Ctrl-F取代 那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程式 那我只是把它取代完之後再丟給S 然後讓它寫進來 不過這個時候以Sail要把它關起來 不然它會有那個Permission 它的沒辦法 權限的問題 因為你打開就沒辦法修改 可以執行看看 沒有錯誤訊息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再把它打開 理論上應該可以改吧 改回來了吧 我看一下 對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變正常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為什麼會多個空白行的話 通常原因 都是因為Windows的編輯器所存檔 會多反斜線R 反斜線N 而造成兩個換行的問題 那你只要取代一個就好了 這比較簡單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說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不管啦 反正微軟跟人家不一樣 它怎麼我們也沒辦法 反正我們只好這個問題 就這樣解決就OK了 當然如果你有更簡單的解決方法 歡迎你再告訴我好了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反正我看到什麼我解決就OK了 好 那第一步完成了 可是事情總沒有那麼簡單的 你說如果要換 比如說你今天好了 如果今天我只要前兩欄就可以了 我只要日期跟新台幣 我後面的不要 因為我只是想要知道 最近的那個美元的匯率走勢 那其他欄我不要的話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如果我只要兩個欄的話 那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如果你說老師很簡單 我就直接開椅子 又按右鍵把它刪掉比較好了 是這樣說也沒錯啦 可是呢 那就沒有真的寫成是啦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打開來的時候 就只有兩欄 而不是有總共好像應該後面還有 剛剛應該刪掉九欄的啦 OK 如果我不要後面的九欄 那你怎麼辦呢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塞沒辦法 只好用Excel 所以Excel真的是好幫手 有沒有 非常簡單 沒有人不會吧 OK 刪除欄 但問題如果你今天希望 在Excel裡面存檔的時候 就把它做併根的話 那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大了 怎麼說呢 因為 因為HTML.test裡面就是全部給你 那你要怎麼樣只留下什麼 日期跟美元新台幣 後面不要 這個跟我們之前那個Member 做得還滿像的 Member不是切了嗎 切了之後我就取第幾個嘛 比如說我姓名是第二個 那就1嘛 因為從0開始 那1 尾巴是手機號碼吧 那因為第5行 所以是4 我1跟4留下來 其他不要 有沒有 就可以 那這個道理一樣 我切開來之後 我取0跟1就好了 其他我都不要了 1不也OK嗎 可是怎麼做 重點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 就是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 我先把他直接存檔 所以Step1 所以我建議如何存檔 這個前面寫過 第二個的話 我們因為需要一個S 所以我就把HTML 這個資料直接丟給S 然後因為 他這個HTML.test裡面 他的換行是反斜線R加反斜線N 會造成Excel打開支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我一定會把它取代掉 OK 試試看好不好 第二個我希望 我只要兩欄 OK 那這兩欄呢 不是叫你用Excel打開支會多一個換行 而是要用Python處理的話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錯過 只是說有點複習 如果你如果會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 將來要做變化應該就更簡單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可能要想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